秦月 你救过阿姨 你的品性呀 也没话说 阿姨相信你 一定能拿下我们家 那个天天冰山脸的儿子 只要你同意 嫁入慕容家 你从小长大的孤儿院呢 我们慕容家保了 放心 我们家呀 绝不会亏待你的 江青月 为了孤儿院 你一定要当好 你的慕容太太 你和我的婚姻 本就是一场交易 既然你拿了钱 就给我安分守己地 做好你的慕容太太 别在我身上打外心死 江青月 你本来就是一位孤儿院才选择跟她在一起的 邝姐 你的婆婆对你那么好 已经是你上辈子最爱的父亲 喂 月月 你能帮我带个班吗 我有点急事走不开 好的 什么新婚之夜 都不如上班最实在 这下等不及了 还认为俺杀我 我在我准备一样东西 快别人来接我 快 居然还都脸脸咬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喂 总裁 伤机的人找到了 您看怎么处置 好 我马上到 刚结婚就失去了清白 这件事 要是被慕容家知道 他们一定会撤回 对孤儿院的捐助 不行 这件事件必须乱在肚子里 我不能让孤儿院解散 总裁 昨晚画室值班的是一个叫李文的小姐 这里是她工作的地方 知道了 月月 月月我 月月 月月你人呢 为了感谢你替我值班 我特意给你买了咖啡 待会儿到办公室来拿 这男人不是南城第一世家慕容家的掌权人慕容颜川吗 他怎么在这儿 李文 昨晚在画室墙盘的事 我很抱歉 昨晚值班的人是江青月呀 难道说 他昨晚和江青月谁了 不过现在看来 他根本不知道昨晚的女人是谁 既然如此 啊 没事的 我知道你也是被别人陷害 那不是你的本意 老话说得好 就是一命 生的奇迹腐竹嘛 你跟我见过的其他女生都不一样 你放心 等我处理完事情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约远 你 你做什么去了 海燕图我已经修好了 我不太舒服 你帮我跟主人醒假吧 哎 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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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畏己天中地灭 是慕容太太的位置 光替你走 站住 站住 管家说你昨晚不在房间 跑哪儿鬼混球 你别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 我去哪里也不需要跟你报备吧 还请你不要过度观世我的私生活 怎么 正才结婚一天就原生必漏伤 你的私生活怎么样我不管 但你要记住 你是我慕容颜川的夫人 不要给慕容加抹黑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我去哪里还需要你的同意 哪怕你只是一个摆设 只要挂上了慕容二字就会有人关注 你的一言行都得注意 你要清清白白的让外人看见 好啊 新婚夜就跑出去私会野男人 你就这么按耐不住寂寞是吗 你把我放干净一点 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还想巧遍是吗 放开了 你不就是这样的女人吗 在那装什么呢 不就是想要钱吗 拿出你在外面伺候野人那套出来 我要是高兴了 这些钱都是你的 你不就是这样的女人吗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找男人 随便你信不信 你要是坚持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离婚 你明知道我妈认定了你 不可能让你离婚 还要跟我玩欲亲故纵是吧 我不吃这一趟 过几天我要出门一趟 这些日子老是在家待着 这段时间努力好好上班赚钱 充实多了 这才是十点十的理气 才能有能力保护好孤儿院 什么老公什么的都靠不住 老公 喂 江青月 我让你在家待着你又跑哪去了 我是人 不是你养个金子去 我出门需要跟你报备吗 你确定你在家住过吗 这家里没有一点你生活的痕迹 你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你没事别我的话 我很忙的 这女人脾气倒是倦得很 这女人脾气倒是倦得很 对 我怎么突然对她感兴趣去了 什么人啊 她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来 月月 月月你怎么了 没事吧 文文 我可能怀孕了 你连打破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怀孕了 那天晚上帮你值班的时候 我小心被人强迫了 我当时一激动 我就忘了吃病一药 文文 你说我该怎么办吗 对不起 月月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才 那 你看清楚那人是谁了吗 是这样的月月月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关闺到你的清白 所以 再也不能跟别人透露了 咱们两个 可以慢慢想办了 啊 你说的对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嗯 确认让你怀上了慕容颜川的孩子 江青月 我的好日子绝不能毁在你的手里 喂叶川 出大事了 叶川 我怀孕了 怎么办 我怀孕了 我好害怕 怀孕了 怎么会 我不会让你围大妈 我知道 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个意外 如果你不想要 我现在就去打掉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激动 我 原来慕容颜川喜欢的人 是我的好朋友文文 文文还还了他的孩子 江青月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 我有话要跟你说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江青月 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慕容颜川的夫人 你们是夫妻 文文 你别担心 我们马上就会去离婚 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离婚 江青月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离婚啊 我离婚你要怎么样 我本应该有了你的孩子 难道你要让他一直这样 我本身跟着你 我跟他只是意外那天我们 对不起啊月月 我不知道你们是夫妻 我不是有意要不悔你们的感情的 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掉 我们 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夫妻之事 你也不要太贅 文文言川 我们离婚吧 阿姨那你们走去说了 孤儿院的资金 江青月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嫌 都离婚了还在想孤儿院的事情 你放心 孤儿院的资金我不会撤出来的 你我以后也没有必要再见我 谢谢 这样最好 isé盐 向孤儿院的资金 诶 不在于他 職責 你這是你要幹什麼 江青 我問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我問我藥水快破了 求您救救我 送我去醫院 江青月 我是該說你單純 還是說你蠢啊 現在還沒明白 這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安排的 你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就怪你肚子裡的孩子擋了我的路 我們不要 不要 你快呀 你快生出來 快快 用力 用力 我 你把我的孩子還給我 你 不好意思 現在 為了我的幸福生活 我 我只能借你的孩子擁有了 原來你一直都是假懷孕 實話告訴你 那天晚上 強迫你的人 就是慕容岩川 而這個孩子 就是慕容岩川的 我求求你 你把孩子還給我 我保證帶這孩子走 今天不會出現在岩川面前 這孩子只有在我手裡才能幫助他 而知道真相的你就是個禍害 而只有死人 才能永遠保守這個秘密 把他給我燒乾淨 我 好不要 你跑哪兒去了 給你安排的運檢 你也不去 你到底什麼啊 對不起啊燕川 我看你這些天你都不回家 想著是因為你不想見到我 所以我就出去了 但是沒想到 我在路上突然洋水破了 幸虧有好些人發現把我送到醫院 我只剛生完孩子 就想著把他抱回來 讓你看看 這 這是我們的孩子 你看 對不起啊 這些天是我忽略了的 你以後想要什麼 儘管跟管家說 嗯 謝謝你燕川 你好好看看他 他長得像不像你 五年了 我終於回來了 李文 現在該是你付出代價的時候 哎呦 顏川 你就陪我去逛逛街嘛 我很忙 沒時間 你找別人陪你去 好吧 那這些年來我在家裡忙前忙後的 後面要過勞又苦勞啊 到現在連個名分都沒有 我在外面 我在外面我都抬不起頭了 你不要理會那些人的看法 我還有事兒 我先走了啊 哎 不是 顏川 喂 找人給我監視母人顏川 有機會 就給他下藥 文文 你挺會玩啊 扯到五年了 天連砲都沒砲我一下 這都是他逼我的 大美女求我 我很少會拒絕 但是李文 可別忘了對我的承諾呀 哎呀知道了 江青月 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就馬上送慕容峰那個小雜種 去跟你見面 太好了 她不是我媽媽 難怪老師打我 爹地沒用 我要自己去找媽媽 看小雅巴 哈哈哈小雅巴出來了 我聽別人說她媽媽整天不在家 爸爸忙著上班 慕容峰就是個野孩子 小雅巴你敢推我 給我打 住手 你們為什麼欺負她 向她道歉 我就不道歉 你們欺負小朋友 以後就會有幻叔叔來抓你們 你們可就再也見不到你們的爸爸媽媽了 我不要 我不要見不到爸爸媽媽 這個漂亮阿姨是誰 為什麼幫我 以後不許欺負她 聽到沒有 忽然 我就告訴幻叔叔抓你們回家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聽到了 身上的味道好好聞 小寶貝 小寶貝 你就在什麼地方呀 阿姨送你回家好不好 那你家人的電話號碼你知道嗎 那阿姨帶你去找你的爸爸媽媽怎麼樣 他就是救寶寶的天使吧 那他一定就是寶寶的媽媽 那阿姨帶你回家好嗎 總裁 小少爺丟了 什麼 派人去找啊 你也不哭鬧 真乖 阿姨的孩子跟你一樣大了 可惜 他不在阿姨的身邊 但不是 江青月 你還敢回來了 您住海邊嗎 管這麼寬 哎 你這是 你把我孩子帶走想幹什麼 還有 她身上的傷怎麼會癱 是不是你弄的 莫容元川 你少在这里污蔑我 像你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 也好意思当孩子的爸爸 他今天把孩子欺负的手 你在哪 这是我的家事 用不着你管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样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资格对我平头论读 让开 妈妈 芳儿 你刚刚说话了对不对 你再说一遍 莫容副你说话呀 你说话 来 你疯了 你这么逼孩子干嘛 你这要逼他 他跟别人说了 乖 不想说就不说了 芳儿 芳儿 你跑哪里去了 这怎么还受伤了 哎呀 你担心死妈妈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你问你怎么来了 你先放开他 他现在不舒服 芳儿是不是说了 惊吓了 没关系 不怕不怕啊 你跟妈妈回家 妈妈去照顾你 好了 李文 好久不见了 你谁是鬼啊 怎么 不敢相信我还活着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杨川 孩子身体不舒服 我先带他回去 我先带他 李文 我们姐妹一程 这么多年没有见 你难道不想跟我叙叙求人 我不要 放开 他是我的孩子 对不对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芳儿是我的孩子 你们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李川 你别听了火烧八道 我们回家吧啊 李文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不然今天别想走 你这个帮子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芳儿是我 十月怀代生下的孩子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 当年抢走我的孩子 还企图放火烧死我的事实 什么 严川 你别听到我说话道 孩子是谁的 做个亲子见证你就知道了 你去查一下 芳儿和他妈妈 她的学生匹配 严川 我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呀 我哪有胆子 我去抢孩子 来下月放火呢 李文 你还认识自己吗 脸上的面具 都已经跟血肉瓶在一起了 月月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们曾经那么要好 谁当小狼 你一回来就冤枉我 还要抢走我的孩子 我真后悔当初认识你 月月 你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后悔当初和颜春离婚 你又想到不如太太了 好 我可以离开 我真的可以离开 但是我求你不要抢走我的孩子 装够了没有 这一把 是打你抢走我的孩子 这一把 我打你虐待孩子不配为母 颜春你看看江青鱼 他都是要逼死我呀 你冷静点 别拦我 我里面是 最后这一把 我打你 我打你杀人放火 龙佩为人 你真是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天真愚蠢的江青鱼 我告诉你 这次回来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东西 这只是开始 颜春 颜春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好不好 颜春 颜春 嗯 好 知道了 李温 你竟然敢骗我 你好大的胆子啊 颜春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证据在这儿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颜春我可以解释他 我有理由解释他 你听我 证据会收集齐全 送你去坐牢 坐牢 我 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 你到这就这么决定吗 你不要插手 我会亲自让他失去任期 张九云你为什么不去死 为什么还要 一只阴魂扑萨的回来破坏我的好事 还不快滚 好快 妈妈 妈妈 也认为爸爸好不好 宝贝 宝贝 妈妈 爸爸在一起 秦月 对不起 这些年 让你受苦 你能不能重新回来 这样 我们也能有个完整的家 你也不想看着风儿继续恶化下去 妈妈 答应爸爸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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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很漂亮 谢谢宝贝 我有些事情 你先回去吧 好 我们等你 宝贝要等妈妈哦 妈妈给你买起蛋糕 好不好 好的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 我会想你的 下次不许亲妈妈了 你慢点 你来找我 到底什么事 把颜川还给我 你带着孩子离开 我们刚领证 什么 颜川只不过为了孩子 才跟你在一起 你以为他对你是真心的吗 只要他对孩子好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是吗 你只不过是他给孩子 找了一个保姆啊 你以为他真对你有感情啊 恐怕慕容风以后 也会情感激情 你说的这句话 确实戳到我的痛苦 但是我们赌一把 看看我能不能拿下颜川 你们先好好玩吧 我今天还有些事情 清月节 这是给你办的欢迎宴呀 你们好好玩吧 改天我再请你们 牛 哪儿来的小妞啊 前途后翘的 不好意思啊 走到房间 别走啊 一起玩啊 这是这么多人 总有你看得上的吧 我要她 跟我走 走开啊 说吧 开个价 你觉得她是谁吗 你敢乱说话 走走走 哥呢你去玩啊 好啊 你把这杯酒喝了 我就跟你走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跟我太太呢 给大家开了个小玩笑 你们随便玩 今天消费 我买单 你要是难受的话 我们可以停车 没事 不用 总裁居然没把夫人扔上车 我买了 帅哥 我们共度良宵啊 你想跟谁共度良宵 和你呀 慕容英诚 我记起码了哟 你那么 那你相当晚 那你下边跟我说 我来接你 嗯 慕容英诚你真够狠的 我陪你五年 你无动于衷 你怎么将其约一回来 就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你 喂 张少 我这有个游物 不知道 你咋不带下去 美女我都喜欢 但是 我不沾麻烦 那家是不干净的 我能介绍给你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江青月 你张少的变态就对我死了 我等着看你水龙深月 喂 妈妈我想你了 宝贝妈妈也想你啊 但是妈妈要工作给你们好吃的呀 我有零花钱 我有妈妈 好 再给妈妈一点时间就去找你啊 师傅慕容集团 宝贝妈妈来喽 宝贝妈妈来喽 爸爸在忙工作呢 你自己玩 啊 爸爸 妈妈出事了 什么 妈妈说本来要回来的 但是现在她去了酒店 爸爸有事出去一趟 你在那等我 好不好 好 小美人 本少爷 会好好地疼你的 啊 小美人 像上本少爷的床 想下去 想下去 那可就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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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你个臭表子 啊 想玩直接是吧 直接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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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过来 啊 你个臭表子 啊 跑啊 啊 啊 我告诉你 我本来想好好对你 你偏要惹我 直接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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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啊 啊 啊 你 你这个我妈的 他搞什么飞机啊 他 静悦 你醒了 怎么样 头还疼不疼 你身上还有脑不舒服吗 我没事 世界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人已经控制住他了 先让风儿陪你 我是几岁 来 宝贝 妈妈 哎哎 我 慕容总裁 慕容总裁 我求您放过我吧 我真不知道他是您的人哪 不然的话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 我也不敢冒犯呢 您是怎么找上他的 不能说出李文 他要是知道多年前我和李文就联手 要图谋慕容集团的资料 下张更惨 慕容总裁 我就是一时好色 我那天去画廊的时候遇见他了 我 我就是好色 圈子里都知道啊 您要是敢骗我 我一定让你生不死 慕容总裁 对于您来说 我就是一只蝼蚁 您要是想对付我的话 那轻轻松松了吧 我哪敢骗您啊 喝出去 把他的手握废了 慕容总裁 慕容总裁 妈妈 宝贝生日快到了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 妈妈就是最好的礼物 哎呦 来亲一看 我给慕容准备了生日宴 到时候啊 和大家介绍一下 给孩子办生日宴可以 我就不用介绍了 有必要 这样啊 他们就会知道 你是慕容家的少夫人 再遇到你 就会癫了这个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夜 祝大家玩得开心 其次呢 祝我的儿子生日快乐 希望他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还有一件事情啊 向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妻子 和儿子的母亲 那个 不是慕容总裁的前妻吗 以前 不是和一个叫李子那在 怎么现在和前妻在一起 这 孩子到底是谁呀 大家好 我是姜清玉 感谢大家来为我儿子 送上生生 清玉 我待会儿和老姐们打个招呼 你要不要快去啊 你们聊的我也听得懂 我今天方便吃点东西 好 吃饭了 大家玩 妈妈 我还不饿 可以晚点去吗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保密 那你注意安全啊 有什么事情 记得找妈妈 给妈妈做个花魂 来谢谢妈妈 吃下我吧 哎 你说 那慕容小少爷是不是李文啊 我估计不是 按李文那个性子 有孩子在手 还能让姜清玉在上位啊 不过也好 慕容夫人 只要不是李文就行 怎么 李文得罪过你啊 李文才是货真价实的小姐 我告诉你 她在生涩场所里找金主 你知道张少吧 张少在床上玩玩 可是千里说了你吧 谁不知道 张少就是她的金主 她愿意上张少的床 可见她骨子里 是个什么样的人 人家手段可厉 不过她能上张少的床 那是张少欢喜不计 但是她能搭上慕容总裁 却实力不可小叙啊 她做什么我管不着 但是一个破血 仗着搭上了慕容总裁 就给我难堪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几年前 她在商场抢你包 羞辱你的账 别气了 会气得要死 是吗 是吗 Jest to the love of how he got away from my head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behind the scenes. I saw a lot of people who said, as well, have to run away from the camera. The mood was not as fast as we were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 The mood was not as fast as possible. Even my head was a bit slow, but I felt a bit slow as the parents were saying, but instead of watching the children, we went and people came to see them as elv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ick was a計算 as they said, The identity of the child. It's a good point. The child was a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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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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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啊 芳儿 芳儿 你现在还得检查一下 这里我来处理 孩子是自己掉电机了还是 不知道 谁干的 自己站住 否则让我查出来 别怪我不客气 你吓死我了 别装了 你做的我都看见了 不过别怕 我会给你扇捧场 你什么意思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总裁 这是在勇士周围找到的 谁的 不是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 那为什么这条手链会出现在呢 我是取过后花园 可是我真的没有推过小少爷 我也没有去过什么小鹿 我们是一级的 他可以给我作证 他说的是真的 我们真的没有 你去查监控 看看他回到宴会处的时候 手上还有没有手 是 慕容总裁 我和小少爷 没有任何仇怨 我们家还有多少合约 都仰仗着您 我不可能纯到 断自己的财路呀 总裁 他回来以后 手链还在 其他人也可以证明 他没有再离开 今天的事情麻烦大家了 之后会请各位吃饭赔罪 日后如果还有需要各位的地方 请大家行个方便 你查到了吗 凤儿怎么样 有没有说什么 吓到了 我刚刚睡着 他说 是被人推下去的 小少爷也没和谁接仇啊 继续查 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是 某言川 给了某这件事 我一定要让他报仇 所以这一次 送上我们的轮航 我知道 你想要把某言川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一跨的了 但是 你要帮我从某言吉同 托一个资料 你确定你能成功 我能不能成功是我的事 你能不能追到某言川的 是你的事 但是不论怎么样 资料 会必须要得上 我没有 我怎么接触到某言吉传的经历 你放心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这事 我会必须要得上 就不论 我论 言川 凤儿去你那里了 你注意一下 他在我房间睡着了 不过 我进来要加班啊 行 那我一会儿来接他 好 那你让我注意安全 唱字还真有办法 居然给颜川明 这都死的神秘 吐纸呢 吐纸在哪 吐纸在哪 竟然是江青月 救你那天的日子 吐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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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带什么 快放开我爸爸 你个死小孩 你怎么在这儿呢 干不过我出去听见没有 你干不过我好事 我会让你好看 这是慕容鸡腿 我当然可以在这儿 妈妈 秦月 秦月 我 两位直接去酒店多舒服 秦月 秦月你听我解释 我不知道她怎么进来的 秦月 叶春 明明是你打我进来的 你怎么都说 你闭嘴 秦月 我根本就不可能叫她进来 更不可能发生什么 秦月 妈妈我能证明 对 风儿可以证明 风儿 你刚刚都不在现场 你要怎么证明呢 小孩子是不可以撒谎的 我没有撒谎 妈咪 妈妈相信你 嗯 嗨 artery 疯 疯 刷 你们最初结婚 你把自己卖给你们家 只为了拿钱进货儿院 第二次结婚呢 你们又是为了孩子 没有一次是并为自己 别管我们是因为什么结婚 他始终都是我的男子 别管了 牢牢记住这一巴掌 我的男子 别惦记 三次 出来吧 我是你男人 自己捡脸讨话 言川 您看看我 你对我是有感情的呀 你刚刚看着我的时候明明那么深情 我都知道 对不起我感情的呀 对不对 我的心里面只有清月 五年了 你心里应该明白的 这五年来你对我不管不顾 却又不把我给赶走就这样吊着我 难道到头来都是我的错吗 我又没有绑着你 你随时都可以走啊 可是你不该这么恶毒的对待情月 我恶毒 我恶毒 慕容颜川 你当真没有办法做吗 碧文 你到底做了什么 颜川为什么会意识不清 你想知道啊 我骗头告诉你 妈妈 交给我 我可以查到的 江景元 我就是让你时时刻刻的记住我 每当你和慕容颜川 你们两个亲热的时候 我就要你想到 今天他碰我的画面 你别着急 这一关你过不去的 慕容颜川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 清月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他为人正直善良 哪一点不比你钱 总裁 给你下落的人是张泽买通的公司里的人 那少爷落水的也是他 手练是张泽偷走的 然后故意拉在现场 是为了再当别人 你确定 李文 他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对他心爱 他这么小 他什么都不懂 你怎么能够叫他去手 你还试验呢 他就是一个小剑子 就是我的一个工具 现在他挡着我的路了 那你赶着死 李文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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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 冷静点 沐绒严川 你还要保密他是吗 那也是你的儿子 他这么对风儿 你让我怎么骗子 清月 处置他的事情让我来 别砸我的手 去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记住 别让他死了 我不去 你别碰我 你想干什么 放开我 沐维川 我不去精神病院 我永远离开南城 我不再回来了 好不好 你不要送我 我不 你放开 你放心 我会让所有伤害我们孩子的人 都受到惩罢 妈妈 你不要生气难过了 这件事情 是我不对 我当初没有查明白就认错了恩人 才导致现在这样 我现在娶你是因为爱你 其次才是因为孩子 真的吗 没有那次救命 没有孩子 你也不娶我 是的 我对李温根本就没有感觉 不然我为什么会五年 没有碰他 没有娶他 现在只给他一些便利 当做不成 好 我信你 妈妈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嗯 怎么猜 出事了 怎么了 总裁 刚刚万灵集合开不发布会 他们下个月上市的新品机器人 和我们下个月上市的一模一样 通知公关部 做危机预案 通知研发部开会 还有 让监察部查所有人的电脑数据 是 爸爸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难受吗 霓川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公司出了点事情 别担心 没事吧 从来没有见你眉头紧索的样子 查到什么直接说 是 总裁 根据查到的消息判断 是李文透露你的资料 给了张泽 现在 我们工资 资金严重不足 还不知道我们点资多久 联系各大银行 看能不能贷款 爸爸不用担心 我可以帮你的 我也相信你 你可以的 我也相信爸爸 爸爸是超人 只是这段时间 我可能不经常回家了 妄儿要拜托你照顾了 放心吧 你也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 有需要的话 随时找我 公司挽救不了了 马上就会宣布破产 公司一旦没了 我就不再是总裁了 这样也不错呀 你现在没有了 总裁的身份 我也少了一些竞争的对手 那些人 不都是对你虎视眈眈呢 这卡里是我最后的资产 你拿着 拿着 慕容彦川 你在说什么话 你现在出事了 让我带着孩子跑 我还是人吗 我马上就一穷二白了 不仅会负债 还会坐牢 你明白吗 我人钱都没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 慕容彦川 我嫁给你 不是为了钱 我江青月 也不是只能富贵 不能共苦的人 你想离婚是吗 好啊 等我陪你还完战 我们立刻就离婚 爸爸 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妈 你和妈妈刚和好 现在又要抛弃我们吗 爸爸 你冷静一下吧 李文 严川公司的资料 是你偷的 只要你说实话 愿意和大众说明 万力集团剽削 恶意竞争 我就放你 慕容集团 会成吗 是吗 你果然都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个精神病人 我没时间跟你耗 说吧 到底怎么样 你才愿意做出 这都是他慕容彦川 该的 五年的时间 我早就已经爱上了他 可是他是怎么对我的 他却把我送到 这样一个鬼地方 让我愿不愿 鬼不鬼的 整个都是你一手放着 既然你爱他 为什么要害 因为我所有的爱在这里 每天被城堡都 转成了恨 恨你懂吗 你知道我有多恨吗 我就是要看着 他身败名裂 我要看着他 每天像一条狗一样 回来捡去 摇毁几脸 李温 你以为 严川身败名裂 他就会狼狈打你 你以为他破产 他就会放你出去 我告诉你 张泽氏不会放过 你这个定时炸弹 我不在乎 只要你忙过他不好 我就爽得很 李温 你放心 如果到了最后一刻 我一定先让你下地 医生 给他加大地量 你随便 慕容器他要烦了 慕容器他要烦了 慕容器他烦了 花 我要劲他 哼 董纰 姓号 为帝观总 咱们找到了 鼎盛集团偷窃的证据 把张泽带进来吧 是 你居然直接 毁了我的公司 你不能好死 我不接受恶意竞争 这都是你们鼎盛集团该受的 商场就是耳于我诈 全凭本事与手段 照你这么说 我凭本事赢了这场 你怎么还不服气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在最后发行这种局的 多亏了我那天才的宝贝儿子 在关键时候 发现了李文传给你图片的证据 你不过是因为我幸运的你的爸 我没有说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 这些年你做的事情 我都一件一件的记着 现在该情色 把他送到李文身边 给他做个伴儿 是 我坐牢 我坐牢去 没你选择的余地 我坐牢去 伴儿放心 妈妈保证在你放学的时候 站在所有家长面前 让你第一个看到我 好不好 跟着老师确实是更多的新朋友 好不好 好 拜拜 你说话 我就还给你小牙吧 我告诉老师 妈妈 沐浩 老师 沐浩 不想我 喂 张老师 您好 慕容风妈妈 富二小朋友和同班的小朋友发生了冲突 您快来学校一趟吧 哎呀 行 麻烦您了 我马上过来了解情况 好 张老师 这家长的孩子怎么还不来啊 媛媛妈妈您先别急 慕容风的妈妈应该就快到了 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拿轻放的 你必须给我交代 是 是 做错了事竟然还敢证人 真是皮吗 我们家小孩可从来不会这样看长辈 他抢我玩具 真是笑话 我们家什么家庭 一个破玩具 我儿子还会买不起吗 就是他抢我玩具 张老师 我儿子 可不能跟这个没教养的孩子在一个班 免得呀 他带坏我儿子 媛媛妈妈 这小孩子之间难免有矛盾 咱们要解决问题 不能这么说孩子 我儿子 他都告诉我了 这个小孩他都不说话 一直一个人 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你们学校招这么个学生 对其他孩子可不太负责吧 媛媛妈妈 您是大人了 在孩子面前说话 还是要注意分寸的 注意分寸 我老公每年可是都会给幼儿园资金支持 眼下也要进入幼儿园理事会了 该注意分寸的是老师你吧 不好意思老师 我来晚了 不怕不怕 慢慢忙了 妈妈事情都知道了 富儿妈妈 这位是媛媛妈妈 媛媛就是和富儿闹矛盾的小朋友 江青月 陆芷 怎么是你 竟然在这里碰到你了 刚才那是你儿子吧 原来在画室工作的时候 就听传闻说你行为不减 勾搭金主不成 还未婚心欲 原来是真的 阿姨 你去醒醒嘴巴吧 空气都被污染了 野孩子就是野孩子 说话没有办理就 我儿子有父亲 我劝你说话 不要太客 孩子爸爸是谁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当初在画室 大家可都是都看好你 结果消失五年不见 你要是日子过得不好 我作为前同事 还能不接近你吗 你还是留着你的钱 好好保养保养你的周闻吧 你 你儿子人高马大了 怎么可能被我儿子欺负 富儿妈妈 圆圆妈妈 这小朋友之间 只有一些小矛盾 今天就二位来呢 就是希望二位能够坐下来 咱们好好协商协商实验室 协商 我儿子都受伤了 动动嘴皮子就想完事 做梦呢 是圆圆先抢玩具又动手的 还出言不逊 你受伤了吗 你性格孤僻 我儿子好心 带你一起玩 那你先说 你想怎么做 嗯 医疗赔偿 就算了吧 兼职损失费 赔偿个两百万吧 两百万 我还是看你和我以前是同事 没多样有 我儿子的保险费 可都是最高的 一分都少不了 妈妈 阿姨是不是很穷啊 所以想胖吃我们 阿姨赚钱难 所以也只能讲到这个 江青月 我老公可是有着千万家产 也马上青龙幼儿园当理事会了 你这野种儿子 也配跟我儿子交销 你说谁是野种呢 嘴巴给我放干净你 一个连自己爸爸都不知道是谁 血脉都不一定成的人 不是野孩子 谁是 我真的敢打我 哎福二妈妈 咱们好好说话不要动手 老师 我儿子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打人的 还有 我不接受这么高额的配偿 哼 没钱就是没钱 还狡辩什么 陆志 咱们就事论事 以前的事情 我劝你不要再不依不着 哼 在画室的时候 我天赋努力都不比你差 温大师却只收了你 我却只能跟在你的身后 忙前忙后 哼 凭什么 阿姨 一肚子人头了 哼 你这野孩子 你懂什么 江青语 我一定会让我老公开除你 福尔妈妈 被我们得起幼儿园开除的小朋友 在南城是不会有幼儿园在愿意接收的 要开除谁啊 慕容总裁来是有什么业务吗 我老公是在理事会 肯定给你帮他脱脱贴贴的 爸爸 他欺负妈妈 他说要开除我 爸爸 江青语 你跟慕容总裁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妻子 要被你开除的人叫慕容峰 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江青语他私人我后来 他问问先语 这 怎么成慕容太太了 多话要负责 要是你再敢污蔑我妻子 小兄我对你不客气 我 我也是听说的 今天发生了什么 一分钟说明了 嗯 就是 慕容少爷打伤我儿子 我是来解决事情的 是他先欺负我们儿子的 还骂放让小哑巴 小哑巴 我儿子想不想说话那是他的事 轮不着你们骂他 误会误会 我儿子他用词不当 他 你儿子受伤了 那我就安排最好的一室 给他检查 不用 这太麻烦你了 事情要一件一件算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那现在算算你污蔑我妻子的事情 我我我跟姜秦也就开了玩笑 我们之前还在一个化室工作呢 是吗 那你也叫两声 让我逗逗你 你 嗯 他怎么了 你还骂我儿子 要开除他 秦月 霸儿 这件事你们想怎么解决 我儿子可不能说半点委屈 慕容少爷 媛媛和你是同学 我保证他以后肯定会跟你好好玩的 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呀 我不原谅你欺负妈妈 秦月 我真的是开玩笑的 可能就是玩笑开的有点过了 你这个玩笑 我可真是无福相声 我也不知道 这孩子生慕容总裁的呀 你眼光可真高啊 如果他不是慕容颜川的孩子 不是生在富贵人家的孩子 那你今天是不是就羞辱你家定 老师 你跟我说就会了 我以后 但你不薄的 我 我 我 川叔 通知下去 慕容集团中段和理事集团所有合作 另外 得起幼儿园的理事会成员 再成天调查一下 慕容总裁 我错了慕容总裁 你就原谅我吧 老师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一下 您的意思是 我儿子他不会和欺软拍影的人成为同学 这件事情找园长就行 好的慕容先生 慕容 我求求你了 我儿子的前途不能回来 我跟你跪下了 我不需要你跪 因为 我根本就没打算原谅你 如果今天遇到事情的不是我们 是不是 结局就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要让你尝一尝 一山压一山的感受 那你们不就是一拳是一样人吗 你们不就是动到嘴就毁了我儿子的前途吗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吧 江青月 你永远都能这样 嘴上一套 背后一套 慕容总裁 你就护着这样的女人吗 你不知道 他以前是有多下践 对他有利的人 他就勾引 你脑顶上 早就 我妻子有多好 我不需要讲给你听 但我绝对不许你当面侮辱了 我们走吧 妈妈 我明天不想去幼儿园了 当然是因为受了委屈 所以才不想去学校的 对不对 首先妈妈要夸奖你 受到欺负的时候 勇敢地保护了自己 妈妈 你不该我打人吗 只要你挥出去的时候 他不是伤害别人 妈妈的都支持你 妈妈还听说 今天有一个小女孩 给你送了一块奶糖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给人家回礼呢 那妈妈给你烤一些小饼干 你送我就给同学当礼物 怎么样 好 谢谢妈妈 宝儿 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回答 不可以吃点头 这孩子是越大越不爱说话了 以后你要活泼一点 大家会更喜欢你 我知道啦 秦月 明天我有个晚宴 跟我一起吃吧 好 来 上楼咯 江叔叔 呦 盐川 听说你结婚了 应该就是这位吧 江叔叔你好 我是江青月 江青月 好名字 你和我还是一个姓啊 看你这个脸庞啊 长得跟我夫人年轻的时候 很是相像啊 那是我的荣幸啊 江叔叔 我听说 刚刚拿下了成东的那块地皮啊 你小子倒是消息灵通啊 你现在的公司是不是在做高科技领域啊 江叔叔您说笑了 这慕容集团啊可是不能忘本的 这以后有好的项目还需要您提写啊 嗯 后生可畏 年轻有为啊 回头我让 江叔叔 江叔叔 救救护车 救救护车 江叔家属到了吗 他是熊猫姐 我们需要把血液去备好 医生 我是熊猫姐 为了护士带你去检送 通知他的家人 马上过来 哎 七月 你可以吗 我今天解释试试 你再等我吧 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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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怎么样了 江总那是什么事 他是西游学生 你可以吗 我和妈妈的学生一样 是怎么办 那就只能等我太太和西游学生 慕容太太是熊猫姐 这也太巧了 秦月 你还好吗 没事 已经喝了红包水 喝这个补补就好了 这个女人为什么和妈妈长得这么像 还和爸爸一样的学生 慕容太太 麻烦了 不客气 我带我太太先回去了 慢走 何先生 你还好什么呢 胸口还是门风的 这个呢 是属于售后正常学校 我来呢 是想告诉您的事情 您和江小姐 可能有亲属东西 什么 你 你确定吗 还需要做DNA 但是呢 那就不一定是了 好 你去做吧 拜托 你去做吧 你去做吧 你去跑壁了 我找到亲生女儿了 我找到亲生女儿了 亲生女儿 你去说 你在外面养那小三十的孩子 你先把她弄回家 才给我演的这出啊 怎么说话呢 没有一点分寸 爸爸 你在开玩笑呢 对不对 啊 哦 你不用担心 永远都是你的家 对 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你的地位 妈妈 明儿 妈妈在呢 有妈妈在呢 别担心 有妈妈在呢 我去联系一下颜川 让她来家里一趟 明儿 你在医院的时候 见到江青月了 对不对 你快跟妈说说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妈妈 姐姐看着就不太好接触 可能是因为不太喜欢我吧 哼 我就说 凭她一个孤女 怎么可能会嫁给慕容颜川 还有了孩子 一定是用了什么想做的手段 她一定是你爸 跟外面的小三搞出来的野种 哟 邱月 呵呵呵 来吧邱月 来乖乖 妈妈 妹妹 好好看看 爸爸 嘿 妈妈 妹妹 你们好 外公 外伯 你也好 真乖宝贝 我呢 先把丑话说到前头 免得日后呀 大家难堪 在这个家里呀 敏儿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小姐 而你呢 千万不要把你那些弯心思打到 头上 啊 你 你说什么呢你 江夫人想多了 我已经嫁人了 要回 也只是回沐浓家 这次回来 只是想看我的亲人 爸爸 我还有事情 就先回去了 就 哎 爸爸 妈妈 让我跟姐姐聊聊吧 不能因为我们的关系 让你们的感情不和 还是敏儿懂事 姐姐 跟我来 好啊 妹妹 风儿 等妈妈一下 妈妈一会儿就出来 好的妈妈 伯伯 看到了吗 这里的每一处 都是他们和我亲手合成 都是我们的回忆 反正你 就是那个宠住着 这原本是属于我的 应该说 这里的小偷是你才对吧 江青月 我绝不允许你躲走这里的一切 不许欺负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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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儿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受伤了 快让妈妈看看 我没事 我还姐姐 江青月 你想干嘛 你不要把这个家 造的鸡全不赢了 没事吧 不是我妈妈 是姨姨欺负妈妈 我才推她的 真不愧是野种的孩子 没教养 夫人慎爷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孩子呢 像个大人样子吗 啊 孩子还这么小 怎么可能推到这么大一大 妹妹 别装了 江青月 你从回来这个家 就给每个人脸色 啊 敏儿放下身段跟着聊 怎么着 你还敢为难她 坏人 不是我外婆 陈爹 你什么大人的你 好吗 她还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江子澄 你别再骗我了 她就是你在外面养的小三十的孩子 你还想来到我头上吗 你越生越不吊吊了你 江子澄 我告诉你啊 既然你说她是我 孩子 我作为其他女家族 今天 我就教训定她了 你 我倒要看看慕容家的当家主母谁敢欺负 爸爸 妈妈被欺负了 阎总好大的威风啊 我教育自己家的孩子 还轮不到你插嘴 清月是我慕容家的太太 她做事由我慕容家兜底 江夫人 您可以安心啊 你这从小受的是什么家族教育啊 对长辈 让我不尊敬 江夫人 我的礼貌 只对有礼貌的 你 姐姐 你和姐夫是晚辈 要让着妈妈 你学过变脸是吧 刚挑完事情 又给我当圣母 姐姐 你刚刚看了我房间的布置 记录的降梭孩子来推我 我没说什么 你反倒说起来我了 姨姨 妈妈 房间比你这里大哟 老爷说话 有你小孩插嘴的份儿吗 少年不正下两位 江夫人 请你顺眼 口下留得 承接 你够了啊 再这样的下去 可容不下你了 戴克知道我算是见识过了 以后清月不会再来 我们走 叶川 清月 你们俩别生气 回头 我好好说说他们娘俩 清月 你记住 你永远都是 那女儿 爸爸等着你 乘回家来 江叔叔 清月不需要受任何人的气 您以后想见清月的话 还是来慕容墙 酸奶奶 好 我去到卫生间 你拜分点菜 好 来宝贝看看吃什么 敏儿 这次你拿下大胆 我特立在这里订了VIP包厢 特别来住海 来走 好香的江总监 听说这里的VIP包厢 可是一个月只接在三桌 没有点关系 根本排气伤好 江总监才有些人家吧 家事好 能够以高涨那么美 我们拖了江总监的福气人来这里 对 抱歉 九月有一个定义 王森订了VIP包厢 不好意思 没有查到您的订单 VIP包厢 今天也在招待客人 什么 我订了VIP包厢 你们怎么给别人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 这位可是王室集团的少爷 你们可要有点颜色 我订的包厢 我今天必须去 里面是谁让他给我出来 抱歉王森 真的不可以 结果可以换个地方 我都要看看 是谁敢抢我 我小 我都要 江青月 你怎么什么都要和我抢 你要不要脸 果然是从小没人骄 犯这个教养的那样 我没人骄 还不是因为你纠战去场 还有啊 以后出门记得拴个绳 狗狗出行规定不看吗 江青月 你讽刺谁是狗的 回来也没领回来 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 妈妈 你也好笨 不过小狗狗那么可爱 一点也不像一意 小屁儿别插嘴 小心坏叔叔来抓你啊 你正好给我鼻子 吓到我 跟你没完 哟 这个不是 砍家复归 然后屁颠屁颠跑过去的 江青月吗 呵呵 行了 今天你把包厢让出来 我就不跟你记下了 那我带他看看 你怎么和我记下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行 我这儿就去找老子 诶 田总 您来的这儿吗 我今天订了你们这儿的VIP包厢 这儿有个人占有归 麻烦您帮我看出去 你要把谁赶出去啊 严总 抱歉 王少爷 我们餐厅今天确实被严总包了 我们招待您 没有任何弄错的信用 少爷 今天牧师酒店都被包了 给您订其他的包厢可以吗 敬儿 要不咱们换个房间去 爸爸 教训咱们 他们欺负妈妈 还凶我 没听到我儿子的话吗 想这么轻易就走 你当我慕容颜川这么好欺负 王少爷 您道过歉 大事儿胖小 小事儿话不要 凭什么 慕容颜川 我爸是王氏一专董事长 我要给你这个面子吧 就你爸那点面子 我还真看不上 姐姐 你就在这儿看着不说话 我们 这和王氏可是友好合作伙伴 你在这儿调起矛盾 以后你会跟爸爸交代 江明 我看你的语闻是赤耳水 你哪是眼睛看到 我惹此事端了 姐姐 你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此事 现在就在那儿看着王少爷被侮辱 还不是故意的 王少爷 道歉得了 何必呢 小青王氏集团遭殃 我道歉 今天都是我的错 杰总 放我一个 王三 你有没有鼓气啊 真是小看你 米娜 花儿做的真棒 以后啊 也要是今天这样 保护妈妈 有事情呢 告诉爸爸 好不好 好的哟 爸爸 好了 快吃饭吧 你有事情会瞒着我 但偷儿不会哦 以后后儿就是专门保护妈妈的小站 给爸爸报信 我不同意 说好了一视同仁 你现在要重新分配财产 你把公司都分给她江青月了 那敏儿就只能分到房子和钱 这对敏儿不公平 公司本身就是 咋的产业 当然要给我们的天成女儿了 她江青月就是个画画的 精英公司她懂什么呀 敏儿在公司 轻轻坑坑工作了这么多年 你可不要伤了她的心呀 你吵什么呀 当天让敏儿知道喽 你做都做了 你还唏嘘个什么呀 江青月 都是因为你 为什么要回来 果然是比不上亲生的 黄森 你想不想报仇 此仇不报非君子 好 你联系人 等我给你消息 呀 小妞 醒了呀 你们是谁 谁支持的你们 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我老公是慕容集团总裁 不会少你们钱的 大哥 慕容集团咱们可得罪不起啊 你确定要这么做 绑都绑了 等咱拿了钱就去国外 这时候你还怕什么 你们自己想一想 在这里有人敢得罪慕容集团吗 小心到最后 还是你们背过 说的好听 女人的话 嘴不能清醒 大哥 让我先爽一把 这细皮嫩肉的 管好你的下半事 等咱有了钱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在这好好看着她 我出去一趟 等回来 再解决她 哎 他们给你多少钱 难道是我分成 那个多少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都快死了 还不能问问 自己是多少钱吗 两千万 我拿四尺 大哥 你们这不行啊 跟大哥一起办事情 风险都是同当的 怎么拿大比他少呢 你别想挑拨 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我大哥说了 他是怕我乱花 帮我攒起来 这是一个好护子 别干净 从他这段突破 大哥 你太天真了 你们干这行的脑袋 可是放在裤腰带上的 没准哪天命就没了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回事 说得倒也是 所以呀 攒钱就是个借口 还是钱拿到自己手里 最踏实 你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大哥给我钱呢 反正我这都被你们绑了 你们拿我去勒索 慕容颜川 到时候还能赚两份钱 你让我勒索你老公 你怕不是要通风报信吧 哎呀 别提了 都是被逼的 逼完我生完孩子 就不管我了 对我不闻不问的 还在外面找小三 我这不是 你俩出租气吗 嘿嘿 你也是不被老公疼爱 寂寞了 我们干这行的 都是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 正好你也空虚寂寞 咱俩凑一凑 哎 你别忘了 你大哥说的 你不能碰我 副主可没这样要求我 哎 你别冲动啊 你大哥晚上就要回来了 你不好好想想 走沐远车的事情 把他手机奥给我 197 四个九 四个八 你老婆在我手上 滚背一亿的现金 要是有其他人知道 我会立马撕票 您好 您拨叫 同住 夫人被绑架了 你开始去查 另外 再准备一个一 是 不娘们你还敢跑啊 让你跑 动手 动手 啊 不 陈远 陈远 我没事了 没事了 还好只是一些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妈妈你怎么样了 风儿不用担心 妈妈没有事情 你怎么把风儿带来了 妈妈你还想瞒着我 妈妈是怕你担心 妈妈生病了 风人当然要来照顾你 那爸爸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你帮爸爸照顾妈妈好不好啊 保证完成任务 嗯 风儿真棒啊 那我尽早回来 你安心要烧 赶紧注意安全 好 妈妈你想吃苹果吗 妈妈不想吃 你可以帮妈妈拿一下纸盒饼吗 妈妈有重要工作要完成 我答应爸爸要看好你的 哎 大人真不让人省心 附赛 查到了 是一个富家少爷 名字里的应有孙 目前就询问到这么多了 富家少爷 孙和清岳不对 王孙 把他给我带过来 从现在开始 全面收购王氏集团 慕容杰川 你什么意思 用这种方式带我过来 你告诉我 你别太嚣张 我们王氏集团也不怕你 我太太被绑架了 是你支持 你不要无险人 你有什么证据 歹徒已经招了 不可能 我的意思 我没有干 都能这样随意诬陷我 我没功夫跟你载着脚鞭 王氏马上就会做 而你下段位子 再老有个话 你回来 你不能这么做 悟母 你联系刘总 说租用场地 做画展的事情怎么样了 清岳姐 那个刘总非要跟您吃个饭 让您亲自去谈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 必须要定好场地 开始布置了 这样吧 你先去进餐厅 然后晚上约她一起吃晚饭 嗯 好的 清岳姐 紫苏 画作的准备 跟画展的人联系怎么样了 清岳姐 画家画作都联系好了 但是没有合适做正场子的作品 这是我们在国内办的第一场画展 必须要保住名堂来的 哎 你们觉得 江青的画是个最压轴吗 哇塞 国际兴起之秀啊 我好喜欢 清岳姐 江青太可以了 她的画作还没在国内画展展出过 这也是一大噱头 好 那就定江倩的话 盼神秘 我们估计联系不到她 我来负责 你做其他的就好了 哇塞 清岳姐 您是江倩 我好崇拜她 你可以帮我要个签名吗 以后又有合适的机会 好了 先帮你们的事情吧 我也要 我也要 好 嗯 清岳 哎哎哎哎哎 清岳怎么跟这个色皮在一块 江总有什么问题吗 您的客人已经等很久了 啊 先去报价 你看看这小点瘦的啊 待会儿啊 多吃点啊 江总留上胃 咱们先喝一个 祝我 总算得到美女的赏脸 刘总 您这是拿你的画呀 我们以后的画展 还得多仰仗您吗 哈哈哈哈 哎呀真好 哈哈哈 刘总 我就再只能喝这一杯了 我之前出了点事情 身体还没有恢复呢 您见谅 江小姐 真是好大的苦啊 连我刘某 都判不上 先前约你吃饭 推三走四 现在又惩这么迷走 江小姐如果不愿意的话 现在就可以离开 刘总 要不这样吧 咱们呢先把合同签了 然后我再说明陪君子 陪你好好喝 这就对了嘛 出来谈生意 就要有个谈生意的样子 刘总 这是合同 您看看 清月 别着急啊 这心急啊 吃不了热豆腐 咱们先吃饭喝酒 再谈时间 刘总 我这拖着我的身体 不是跟您喝酒呢 您也要让我心里安心点 你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不信那老哥 不是刘总 主要是我这场地都没有定呢 着急上火的 咱总得把正事办完 再安心一乐吧 唉 行 你把这三杯喝了 我签字 好 刘总 您可别宽我 刘总 这下可以签了吧 清月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 还奠记合同呢 走 我扶你 休息休息 走 走 走 你这个老索兵 你敢这么便宜 你还真说对了 我实话告诉你 已经有人发话了 你工作是否没人敢接 你去哪儿 你签不了这合同 谁干的 我可不得不许 怎么会告诉你 人家叫什么名字呢 宝贝 你就闯了我吧 让开我 住手 让我用这样东西 唱我了 连我的女儿也敢欺负 江峰 您家的千金 不是江明小姐吗 哼 人敢动手去做 就要给我承担好我 明天开始 给我滚重来承 不行 要不要说出 是江明小姐吩咐的 但是不说 来人 把他给我带着 你 等等 是是是 江明小姐吩咐的 哼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已经欺负了我一个女儿不说 你还敢攀丑我另一个女儿 小总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小明小姐说了 实际上是敢跟江青月合作 这就倒霉 我们怎么敢给 清清作队啊 一出去打电打电就知道了 够了 这件事情 我会安排人调查清楚的 江湖 也是百年世家了 岂容你这种小人 欺破我规矩 爸 您怎么在这儿 原来 你不得来 清月来之前呢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清月喝多了 你带我去吧 好吗 爸爸 您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我一会儿还有个合作要谈的 不谈这一会儿 我问你 你是不是对外说 你是不是对外说不允许有人和清月的工作室核断啊 啊 爸爸 我怎么会这么做 爷爷 说谎为长长鼻子哟 姐姐 你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在这里插嘴吗 那我来问 你的意思是 外面的那些话都是别人意测的 姐姐 我真的没有做过 你不能随便把什么事情就往我头上扣啊 姨姨 妈妈和外公手里已经有证据咯 会不会是王森做的 我之前就听他说 他对包厢那件事一直都咽不下那口气 让报告回来 是吗 那就把你知道的说出 我听朋友说 王森跟他们宣扬过 说姐姐为难我 要整整姐姐 可能大家传着传着 就变成我说的了 靳月 你看会不会 真没意思 事情也算因我而起 今晚的慈善晚宴 姐姐如果看上什么了告诉我 就当是给姐姐赔罪了 走 江晴月 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让慕容颜川 我王氏集团弄管的 王森失踪也是你弄管 王森和王氏集团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己 坏一 你又约我妈妈 我要告诉我爸爸 闭嘴 我告诉你 你要是吓到我的孩子 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宴会厅 还有啊 你这么关心他们 难道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能做什么了 不过是他们家之前和我们僵尸是世交 我问我 走 让我们欢迎著名画家欧老上台 妈妈这幅画怎么跟你那幅画有点像啊 之前呢 我听录音乐 我听录了许久 沉淀几年后就以寄扣的身份重新面对社会 敢道用我的身份 那我就陪着玩玩 欧老果然是大家 闪耀非常啊 江青月故意和我抬杠 两千万 两千万 江小姐出价两千万 这可是我们艺术画作慈善拍摆的历史巅峰啊 江小姐可真是大手笔 她说出去都是头一份的 而且欧老以后可是彻底在画照界独占熬头了 隐藏身份的话还能有如此的高价 以后欧老的话怕是还要更贵啊 今晚慈善家的称号我势在必得 四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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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出价四千万 江青月 你敢出这么高的价 你有钱吗 连打肿也出胖子 没有比四千万更大的了 好 四千万一次 四千万两次 四千万三次 成交 妈妈 我叫爸爸来给你付钱 不过风儿很心疼 那幅画这么丑 你什么时候说的呀 妈妈买得起 我们有请江青月小姐 上台自己作品交接 江小姐要以严重的名义捐赠 没错 慕容元川是我先生 我们慕容集团的宗旨就是达泽监济天下 好 感谢您和您先生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慕容先生和慕容太太 慕容太太 您和欧老要一起与画作合影留念吗 我不和假冒败卑劣的人合影 我不和假冒卑劣的人合影 慕容太太 您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画 根本就不是GQ的 也不值四千万 欢喜 你怎么猜快我的画 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要等最整个艺术界 难怪你面子上显老 就是操心操太多了 姐姐 我只是担心你这样的行为被妈妈发现后 气着 怎么还这样说我 我的画 我的画 你这个疯女人 宴会的保安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慕容太太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去包间商业可以吗 不必 我没有说这话不是欧老 只不过 她不是GQ 慕容太太的意思 不会是欧老 不值GQ吧 既然欧老说 你就是GQ 那就跟大家证明一下吧 笑话 我是不是GQ还用去证明 你是在侮辱我 嘿嘿 妈妈就是GQ啊 老年也要被丢了咯 欧老怕是证明不了吧 但是我可以证明 但是我可以证明 GQ另有其人 江青玉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敢这样打我的脸 我跟你没完 姐姐 你从前只是一个孤女 哪有什么机会认识GQ 你是被人给骗了吧 你也太多话了 妈妈还没说什么呢 闭嘴 姐姐你听话快下来 人家会怪你大闹拍卖会的现场呢 欧老还望你给个面子 改日我一定带着礼物上门道歉 江小姐果然是从小接受高级教育的 不像有些人野鸡怎么也和凤凰差 你们的戏团表演可以结束了吗 真可以发证明了 他说第一他是女的 第二他年轻着呢 不知道欧老对于这个证明还满意吗 妹妹以后多长点心发 姐姐不建议多教教你 慕容夫人实在抱歉 给您造成了这样的困扰 这次的拍卖我们会取消 不必了 钱我会照付的 就当我们慕容集团 给社会做的贡献 慕容夫人有气魄 巾帼不让须眉 我这就找人把欧老请出去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以往的话也能奠定我的地位 是吗 不知道颜总是什么意思 他名下的话没有义不是他自己画 全部都是找枪手画 你别说 你在污蔑我 我可以去告你 你敢这么理直气壮 是觉得那个枪兽已经死了 不会再有人告你 稍后 关于他所有放下的信息 还有证据 我都会上传到网络 大家拭目以待 快走吧快走吧 还没下来 走吧走吧 别再做人这样啊 走吧走吧走吧 你去楼上开个房间 在房间里懂我吩咐 姐姐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啊 是让从来都不高调的慕容家出了名了 妹妹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姐姐凭自己优秀 让慕容家火的一把 这得省了几百万的广告费啊 姐姐就是勤俭持家 姐姐 你今天捐款只字不提借家 好处全都给了慕容家 姐姐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家的人 从家随风 妹妹 姐姐可真是好酸气 那妹妹一定要跟姐姐喝一杯了 来姐姐 我敬你 怎么 姐姐 你现在跟我喝一杯都不愿意吗 妈妈 你喝吧 我们要做个有礼貌的人 盐川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等着看好戏吧 救命 江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有怪兽 有怪兽 江小姐 没有怪兽 真的有 有了 方儿怎么知道那酒里有问题的呀 我都看到了那个坏鱼鱼鱼在酒里撒东西我都给他换掉了 方儿真棒 作为奖励呢 爸爸明天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 好 妈妈呢 你真乖 爸爸去给你讲故事 走 哎哟 哎哟 九情愿 不怪你 这总是卖名利 这次我要亲自动手 就算是同归于尽 我也在所不惜 哇 妈妈 玩玩题太好玩了 我还想玩 你都玩了五次了 妈妈还没有玩够啊 嗯也对 那我们一会去玩碰碰车吧 但那个不太安全哦 没关系 我抱着她 嗯去嘛去嘛 好吧 耶耶耶 妈妈我想去卫生间 妈妈带你过去 嗯我在这儿等你们 妈妈在这儿等你自己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 算是 viel 啊 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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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川 工儿不见了 芳儿 站住 嘉敏 你对芳儿做了什么 放心 她暂时还没事 你别伤害她 你要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是按照你纸上说的 自己来的 我也不怕你带人来 只要我手里的打火机落地 这里就会轰的一下 不要 放出美丽的烟花 你让我怎么做 你告诉我 你喊的人是我 不要伤害芳儿 你让我给她换好不好 你当我蠢吗 慕容风才是拿捏你最好的武器 那你要怎么样 你告诉我 我都答应你 怎么玩好呢 有了 我想看你扇自己巴掌 大骂自己 我是爱人 我是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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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让你说的做了 你可以放了我的孩子了 江青月 你现在所受的 不过是我受到的 屈辱的十分之一 你不配提要求 但是我不曾伤害过你啊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放了孩子 你告诉我 但这都是因为你回到 造成的 我本来整个人生都是辉煌 可我的亲生父亲是个赌徒 是个赌徒 他们是他们的世界与你无关 见妈妈对你那么好 你再继续做下去 就是真的伤了他们 就是真的伤了他们 你们看还爱我吗 妈妈是爱你的 以前在你那精致的房间 而我睡的 都是大同步 那个房间是妈妈亲手布置的 我从小就喜欢洋娃娃 妈妈每年都会送我一个 站住 你居然敢宽我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 是 明儿 明儿你别做傻事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不要做傻事 明儿 听老爸的话 把手里打火机给灭了 江青月 你竟然敢通知人 明儿 妈妈在这儿 你听妈妈的话 叫我不要做傻事 不是 不是 你不是我妈妈 娘 妈妈和你 若苦地养了你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你就是我的孩子 你就是我的孩子 妈妈 你还认我 还依然爱我吗 妈妈对你的感情 你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对吗 妈妈 来不及了 慕容颜船 妈妈不会放过我的 不要 拉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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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现在就带你坐 我们再也不回来 我们再也不回来 明儿 永远是你的家 你永远是 孩子啊 妈妈 我们再也不回来 你们用感情和伙来借我 妈妈 父亲 别担心 爸爸一定会救出妈妈的 啊 别动 别动 你可是连烟都丢不下 妈妈 我很喜欢吃你做的丸子 好好好 妈妈做给你吃 妈妈做给你吃 你喜欢吃什么 妈妈都答应你都给你走 你不要做傻事好吗 爸爸 爸爸 你以后要保护好妈妈 你也别太操劳了 白头发都长了不少 爸爸 你来给燃 你给爸爸燃发 爸 妈 希望来生 可以做你们的七生女儿 妈妈 你怎么样了 妈妈 方儿有没有去检查呀 她的身体和心理有没有时间 放心吧 方儿没事 妈妈 你别担心了 你要好好休养自己 妈妈知道了 回一早之后 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还是我来解释吧 秦月对不起 是我们没有教育好敏儿 才给你们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 江夫人怎么打算 我们已经把敏儿送到了国外 是我要挟你爸爸放过她 从今以后 她不会再踏回南城办法 我知道你也是我的孩子 可是我无法接受 自己疼了爱了养育了25年的孩子 不是自己的 我也没办法逼迫自己接受 我会和她一起离开 以后好好教育她 对不起 夫人 请留步 秦月 都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欠你的呀 这一切 都怪你妈妈她太重了 我 我能理解 毕竟 她全部的感情 都正正在教你身上 现在这样 是最好的进居 就这样吧 是啊 秦月 你妈妈 带着敏儿出国 就再也不回来了 你记得 爸爸永远都在 啊 朝回来 看看爸爸 啊 好 爸爸 好姑娘 你好好养伤吧 我们 就先回去了 你真的要放过她吗 我现在只想照顾好我的小家 不想折腾了 感谢观看